我常说买车容易养车难 这也是大家心知不明的一句话 但平常也只是说说而已 你们有没有真正仔细去算过这笔账呢 算完以后我才知道为啥有些人月薪不少 却还是愿意坐公交挤地铁 下面我们就以一辆20万左右的车来算算 一年下来要花多少钱 先说油钱 包含上下班和平常周末浇油 以每年形式里程2万公里计算 油价平均点算到6元每升 中级车平均油耗在百公里8升左右 那么一年的油费就要9600元左右 突然好想翻白眼 挤地铁挤得好好的买车干嘛呀 其次说是保养费 想要爱车少故障少出幺蛾子 买回家都得像祖宗一样好好伺候 一年下来大大小小的各种保养费3000左右总是要的 就这也要学会哪些是必须的 哪些是可以暂时不用的 分不清这些或者是被4SZ坑的民伙车主 分分中一年又得多支出钱马快 再说是保险费 保险分为交强险和商业保险 这两者都不能缺 首先交强险是必须要交的 不管你愿不愿意 一年将近1000块钱 其次是商业保险 少了这个还真不行 20万买个全险 加100万的三则险 每年8000多就没了 最后再加上各种停车费 洗车费 过路费等等各种费用 再罚个款 车子再出点什么毛病 这七七八八算下来 一辆20万的车 一年的花费少不了三五三样 算完以后 我这买车的信 还是好好收着攒钱卖房吧